穿著女裝在湖邊悠閒滑手機 是住在佛州的30歲跨性別女性切爾夫 她在2021年動了變性手術 並且開始接受跨性別患者的治療 只是佛州上個月通過的法令 讓診所終止對跨性別者治療 手邊的藥物也幾乎吃完 談到動變性手術的前幾年 切爾夫說那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 只是佛州的新法案上路 禁止對未成年跨性別者的醫療照護 成年跨性別者也遭到嚴格限制 根據統計 佛州有94,900名跨性別成年人 有部分的人會尋求照護治療 對切爾夫來說 離開從來不曾是選項 因為除了得支付約2500美元的搬家費用 還要找新工作 由數十名跨性別者 轉而向群眾募款來求錯費用 募款平台數據顯示 一月至今已獲得超過二十萬美元的捐款 而且有三名跨性別兒童 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官在六號裁決 限別認同真實存在 佛州拒絕向未成年人提供治療 沒有任何合理依據 只是佛州州長發言人表示 此裁決只支持 對這三名兒童提供相關治療 佛州的法案對其他人依然有效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